好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接著去連接一些我們智慧小屋上面的元件 那包含像是等一下會用到這個門鈴這個按鈕感測的部分 然後會把這個窗戶這邊的磁房這裡接上 然後還有我們的自動門 自動門連接的是伺服馬達 會使用到這個馬達 然後加上我們前面這個鐵絲這邊然後去驅動它做開關門的動作 然後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就一一帶大家一起把這個東西給連接上去 好那現在我們要先拿出兩條線 這兩條線要先負責連接等一下的這個磁房開關跟按鈕的部分 那我們等一下呢就是這個東西接上去啊 它就會去透過程式能夠感測到 欸我這個按鈕現在是否被按一下 然後同理這個磁房開關也是 它現在在這個部分這個下面這裡有一個黑黑的東西 然後那個就是磁房開關 它會感應到就是現在我們上面的這一片磁鐵啊 這裡有這一片磁鐵有沒有靠近它 那當它靠近的時候就是為1 然後不靠近的時候為0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一樣拿出兩條弓對母的線 然後兩個牌針 然後把它接在把牌針接在其中一頭 其中的木頭上面 然後將它變成就是弓對弓 然後之後呢我們現在開始來接線喔 我們牌針的這兩段啊 然後把綠線插在21F上面 這樣看得到 然後黃線插在20F 這計程上等一下呢 一條就是連接我們的磁房 一條就是連接我們的按鈕 前面應該有提到就是我們麵包板啊 是這樣子指向充電的 所以你等一下會看到就是 欸這一排可能都接 都接磁房 然後這一排都接按鈕的電線 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就是這邊接好了之後 我們就要把這裡接上D1 mini 那我們的綠線呢 要插在左邊第三格的D4上面 然後黃線要插在右邊的D0 會不會後面如果就是線約接約的話 就是看起來可能會比較軟一點 那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稍微去理一下線 或者是像這樣子用比較少 比較短的就是公母線 這樣子會相對好整理一些 然後接下來接我們的磁房跟按鈕的部分 然後先接其中的紅線 那我們把按鈕的紅線要接在21H 然後磁房的紅線接在20H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接黑線 黑線的話就是要接腹脊去做通電的動作 那我們黑線 磁房的黑線插在跟前面一樣 第16格 然後按鈕的接在第17格 然後前面忘了講到這邊有使用到就是電阻的部分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就在這裡 那我們是用到我們像這樣子的電阻 然後為了讓就是它看起來比較簡單 然後乾淨也不會就是容易去纏到線 我們有把它做簡短的動作 就是在這兩邊各自去把它剪掉一間 然後把它彎折起來 電阻的話只是要接在正極的16跟 磁房接在正極的16跟20i 然後按鈕接在正極的17跟21i 對 然後大概這邊就是我們的門鈴跟磁房的部分 接下來呢 我們要接著接的是就是自動門 這個四伏馬達的部分 那因為四伏馬達這裡啊 它線比較長 所以主主我們有用了一條橡皮筋把它纏住 然後我們一樣 要把它在麵包板跟D1 mini之間做的連接 那一樣拿出一個剛好跟四伏馬達一樣的顏色的線 但後面比較好判斷喔 那為什麼就是我們會一直要使用到麵包板這個東西呢 那其實麵包板在這邊的作用啊 就是算是一個中解器 那我們主要連接它就是感測器們 與D1 mini主機板之間把它們做連接 因為如果直接接到D1 mini上面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線非常多 那D1 mini上面肯定沒有那麼多點位 甚至會接不過來嘛 那所以我們就是有麵包板這個東西去裝當中間的連接 這樣子就不會就不會沒有辦法就是一個板上沒有辦法接那麼多個 那麼多條線 然後拿出三條公隊母之後啊 我們一樣再拿出三個牌針 那三個牌針呢 就是去把它接到就是我們從四伏馬達拉出來的線上面 像這樣子 然後呢 剛好我們拿的是顏色一樣的線嘛 那我們剛好就使用同樣的顏色接同樣的顏色 這樣後面才不會也搞混 好 像這樣子 把它插進去 OK了之後呢 就是接下來就來接我們的 四伏馬達這裡 那我們的紅線 中間這條紅線 要接到正極的第25格 然後中線要接到負極的第25格 這兩個負責接麵包板上 然後呢 局線要接在 D1 mini上面的第一角位 找一下第一喔 多接上之後呢 我們先錄個連接就差不多了 那下面那個 等一下啊 就稍微跑一下我們的程式 然後會有 會帶大家看一下就是程式本身跟 等下會跟一個手機的Apple做連結的樣子 我們先執行一下 就是像這樣子啊 我們的程式開始執行之後 四伏馬達會去轉動 然後再動這個門啊 就是去關上它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可以在手機上面去執行 欸我如果按門鈴之後啊 我的 有人按門鈴之後 我的手機會 能夠接到通知就是 欸有人來按了我的門鈴 然後呢 在 我的手機端可以去控制 有人端控制我這個門去打開 然後歡迎客人進來 對大概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等一下會使用到就是這個程式 BLMK 那 基本上你下載之後進來啊 他會請你註冊一個帳號 你可以直接使用FB登入 那登入之後呢 你進來這邊往右滑 他可以去新增一個New Project 那我們就點進來 然後上面輸入你的現在這個 Project的名稱 然後這邊去選擇你的主機板的型號 我們這邊是ESP8266嘛 那下面這邊呢 這是主題 然後你就可以去按Create 然後你按Create之後呢 他會建立成功 然後給你的設定的mail裡面 發一個全帳認證的mail 那我們等一下會展示 要怎麼把那個全帳 應用到我們的程式裡面 然後接著去連結這個app 好那這邊呢 我們就繼續做展示 那我剛才已經創好這個 Smart Home的Project 那進來之後目前是空的嘛 那你往右滑 這邊可以看到一些元件 那上面是你的免費額度 有2000 然後呢 你就可以接著去選擇 你想要的東西做新增 然後我們這邊 新增一個Notification 然後再找一個 等一下要遠端控制門去開關嘛 所以找一個Style Button 然後去建立 然後它建立之後呢 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點進來 基本上Notification好像 不要做什麼設定 那點進來就可以看到它的設置 那接下來是這裡 這裡的話就是我們的Style Button的設定 那我們這邊先把它打上關門 然後這裡呢 Pin這裡就可以去選你的Pin角 這邊都是我們自己設置的時候有做設定 那我們這邊是Virtual的V0 然後就是0跟1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Push跟Switch的差別是Push的話是 按一下它會彈回來的 那變成是說你按一下關門 然後你放開之後它就會彈回來 那Switch的話就是開跟關的區別嘛 它是有停止動作的 那這邊我們把它的顯示 Off跟On改成關門跟開門 然後下面還有一些設置 就是看你們自己要不要去做設定了 那我們這邊按OK OK之後呢它就會出現在這裡 那基本上我們等一下 就是程式執行 然後這邊也要按執行之後 它應該就會可以去做連接 那這邊Show一下 這裡先按執行 按執行之後它就會開始轉頁面 然後我這邊讓電腦讓程式下去跑 OK 那它現在小屋是怎樣這樣走 然後我先試第一個Notification的部分 那我程式的設定是 就是當我有人按了這個按鈕之後 它就會Notification應該就會提醒我說 現在有人按了門鈕 那就是我們來試一次 然後就會像這樣子 它就會跳出有人按門鈕的通知 那如果你離開這個App的話再按 它一樣也是會跳通知的 這邊按OK 那接下來我們試一下這個開關門 我們在這裡去點擊 它這邊就會去做開關門的動作 那剛才的門是開著 所以現在就是關著的 那這邊是就是我們鐵絲的設定 可能有點太長了 所以它會有點不太穩固 那這個就是同學們自己要去做設置 那我們再按一次 那大約這個就是開門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好那等一下一樣就是展示一下我們的程式 那我們接下來要帶大家寫的就是 如何從程式去連接我們的Blink App 然後遠端去控制它開關門 然後並且再接收到我們門鈴上的按鈕 就是有人按門鈴的時候 然後就傳送通知一樣到我們的手機 Blink App上去做一個通知的動作 那就像前面講的一樣 我們在使用到D1 Mini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先就是去打它的PIN角 去把它的這個Machine的套件放進來 這個都是一定要的 然後接著因為我們後面一樣會使用到 就是停頓.time.slipper的部分 所以這邊一樣是要就是把它放進來的 那等一下我們會使用到一個新的套件 叫Network 就是顧米思義它就是網路的意思 因為我們的D1 Mini上面是具有網路連接的 那怎麼樣就是去連接到我們手機的Blink App上面呢? 除了透過他們本身發布給我們的全帳 等一下一樣會把它應用進來之外呢? 它也是需要連接到同一個網路上面的 只有當你的電腦程式跟你的手機APP在同一個網路 就是可能Wi-Fi或者是網路上 它才可以就是能夠去連接到它這部裝置 那一樣 最後呢就是Time 就是停頓點然後網路模組 還有一個我們要 Input的是我們的Blink的套件 要把它它叫Blink Library 放進來之後它才會 就是我們後續去才能夠去使用到它嘛 那我們現在 一樣我們先 把網路模組這個部分寫起來 那現在就 隨便給它一個 韓式名字叫StayInful 然後使用到Network這個套件 裡面的Wlan這個韓式 這邊呢基本上這一行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Network的這個韓式去放進來 然後一邊後續去觸發它 那一樣我們前面先宣告了這個東西之後啊 我們接下來要去把它 Ective 要把它就是觸發激發的概念激活 那這個部分就激活之後呢 我們因為它是要去寫連線的 那我們就是一定要告訴電腦 或者是告訴電腦 我們現在手機連的那一個APP是什麼吧 不是手機連的那個網路是什麼 所以呢就是我們一樣 要跟他們講 這個東西都是要告訴電腦的 電腦不是那麼聰明的 你一定要跟它講它才會知道嘛 那我們這邊就寫一個 Connect的韓式去 呼叫這個韓式去放我們的資料 那前面這裡呢 裡面是一定要有兩筆資料 然後前面這邊呢 是你的Wi-Fi的名稱 那我們這邊是 我們這個是我們的Wi-Fi的名稱 然後後面是你的Wi-Fi密碼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連線這邊寫好之後啊 我們要去幫它寫寫一個判斷 這個東西呢 是要就是讓我們可以方便去觀察 我們現在的網路連接到底有沒有連接上 好那第九行跟第十行這邊呢 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說 Wi-Fi密碼 Wi-Fi密碼 就是一個 基本上它是一個無窮回圈嘛 那 除非我們設立條件它才會去停止 那 Wi-Fi密碼 Wi-Fi密碼 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 後面這個StayInfo啊 是Connect的 那我們就 Pass Pass就是通過的意思 它如果 沒有連接 沒有連接到的話 那就Pass 意思就是說 就打斷 那 如果 有連接上的話 後面就會print一個Wi-Fi密碼 那 接下來呢 這邊是我們的網路模組 那我們接下來要套入的是 我們的 Blank裡面 它給我們的 一個 全帳 那我們現在先寫一個 變數 叫Token Token呢 去把我們的 全帳放進來 那這邊 我貼上的就是我們 Blank裡面 你開啟那個 New Project的時候 應該會 得到的一個全帳 我的New Project是 Smart Home嘛 那我從那邊得到全帳 我就把它貼過來這裡 那接下來一樣 把這個全帳呢 去 激活它 好 那這邊就大概是我們的 網路模組 跟連接到 就Blank的 一些方式要怎麼寫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 我們要把 我們D1 mini上面 所連接的那些 像是 門啊 按鈕的那些 ping角都寫出來 讓電腦知道 那接下來先寫我們的 這個 D1的 方選 它叫 我們在 D1的上面 它是 ping 那我們這個 frequent就是 頻率嘛 然後接下來把 門的 拼腳 一樣寫進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寫一個 函式呢 是要去判斷如果 我接收到我 從 Blank那邊 傳過來的 就是 需求 要求 控制要求的時候 我就要 從我的電腦 這邊去 控制我的 智慧小木屋上面的門 去把它打開 或者是關閉 那我們現在寫一個 def def呢 再排成就是 function的意思 那function是一個 就是 同學們可以理解成 它是一個我們寫好的 既定的 一個可被呼叫的 程式 它是 在程式裡面的一個 小方法 那我們去呼叫它的時候 就可以應用 使用到裡面 我們所寫的一些條件 或者是用法 那我們這邊叫 handle 然後等一下會放進一個 value 就是我們呼叫這個 函式的時候 它是應該會 就是 跟著這個函式去丟進來 一個value 那我們這個value呢 就是 等一下會拿來判斷 我現在 傳來的要求到底是 要打開還是關閉 那接下來我們就 加一個判斷 要inf我的value 等於等於等於0的時候 等於等於0的時候 那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 去調整我們的 這個角度 哦 那前面沒有解釋到 那前面沒有解釋到就是 跟你的門 跟你的門 這樣子去牽動 四伏馬達去牽動 打開的 就是什麼角度 才是最好 最漂亮的 那就是同學們 可以自己再去設定這樣 那我們這邊一樣 print一個 這個東西呢 是方便我們在 就是檢查的時候 然後 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能夠去 判斷它 我現在是 打開的 或者是 關上的 那 else 就是我的value0 代比代比1 的時候 我一樣 這個就是 我的大門 關閉的時候 那我這邊 設的是75度 好 那我們這個 韓式 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 我們 要去 告訴blank 這個東西呢 就是 當我 那邊傳來 on的時候啊 我就要去 呼叫到 這個韓式 那v0呢 就是我們在blank 那邊 使用到的 button 它就叫做 v0這個東西 然後呼叫到 呼叫到 handle這個 function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最後要寫的就是 有人按門鈴的話 傳回來的 參數就是0 那沒按的話 就是1 那 因為這個東西呢 是 一直需要判斷的 所以我們 就是要 隨時關注 是不是有人按門鈴 所以 我們要寫的 就是 while回圈 那 跟前面的 音樂盒那邊的寫法很像 我們這邊一樣就是 while to 寫一個 無窮的回圈 那這邊先 我們要讓前面設定的blank 去run起來 這樣子就是 讓它執行啊 我們才會說得到 Apple那邊傳來的控制端嘛 控制需求 那這邊一樣就是 基本上我們這邊設的print啊 等一下都是為了方便我們 在 下面的時候 可以更好的去 查看我們現在的 就是 各個感測器或者是我的 韓式運行的狀態 那接下來我們就 開始判斷門鈴的部分 那這個door啊就是我們前面有寫的這個pint角嘛 那它就是 連接到那個 門上的按鈕開關的 然後 這邊再把它 回傳到我們的blanker上面 那這邊使用到notify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們剛才 有新增了一個 就是 在blanker上面的控制端 叫notification 那下來的這個notify 就是回傳參數值 給那個notification去發出提醒 然後最後小小的設了一個 停頓點 停個一秒 好那 大概這邊就是我們 程式的樣子